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 23年前 1998年 紅級日本級亞洲 台灣很厲害的玩具 就是 彈珠超人 那彈珠超人在那個時候呢 捆掌應該 國小國中的時候吧 那個跟弟弟就是 看了這個彈珠超人抱球連發的這個動畫 I can't get to practice I can't back again I can't get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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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give up I can't get up I can't get up I can't hold I can't wait I can't wait Who can't wait I can't hold Get back PFWO 館長最近 回到老家的時候呢,才發現說 這個彈珠超人好久沒有玩了 把它翻回來看一下 那就發現我的彈珠超人都已經泛黃了 這個真的是很久沒有玩了 但是都還在 功能都還正常 還可以繼續玩 那那個時候還跟弟弟啊 參加那個彈珠超人舉辦的全國比賽 真的是非常瘋狂 那館長最喜歡的就是主角肌 就是鳳凰號 基本上我這邊應該每一代都有了 可是就是有一代一直沒有買到 那他想說 那現在有沒有人有賣彈珠超人 那就上網一查 我發現呢 小時候呢有三種夢幻記憶體 有錢也不盡得買得到 真的有人拿出來賣 他說他賣的是回憶 那一看呢 我這邊是歷代的鳳凰號 那當初有一個叫做無敵鳳凰號的 一直買不到 現在竟然有人拿出來賣 終於被館長買到了 這兩個機體也是夢幻記憶體 我叫做爆破音師號 這個是兩支彈珠超人 可以合體成一支的 這在當時也是前所未見 那這個呢也是非常特別 是一次可以發射出三顆彈珠 的火焰巨神號 這個也是 在當時也是 想買也不見得買得到的機體 那這三支現在呢 終於在23年後 被館長買到了 那當然價格也還好 可能比當初貴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也值得 那今天就是 我們花一點時間 組裝這台23年前的夢幻記憶體 爆破音師號 其中一個主角叫 神風比利的專用機 可以雙槍開打 那不知道為什麼其他人 都是只能用一支彈珠超人 他可以用兩支彈珠超人參賽 這個就漫畫吧 看看就好 那我們就來快速的組裝 組裝完成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這叫做右陰嗎 他這邊就有寫個Right 夾彈的地方 你看他是斜的 那右濕的話就是 從右上到左下夾彈 那左濕的話就是左邊 左邊的話他就是也是寫 他是從左邊到右下夾彈 那都有把手 所以在玩的時候是可以左右開工 一次可以擁有兩支彈珠超人 真的是蠻棒的 那他這個盒子可以看一下 這個盒子也是設計的很漂亮 我告訴你就是 兩支彈珠超人還可以合體 很快的就組裝完成了 你看 他就從 左右邊夾彈 就變成是一個 三爪夾彈系統 這在當時就是跟 我們的 無敵鳳凰號系列一樣 都是屬於三爪 三爪夾彈 三爪夾彈 據說 射擊的威力是最強的 所以他可以從原本的兩支的連射系統 變成合體層 一支變強力發射系統 這叫做爆破音師 這支真的是很帥氣 我們這支分享差不多到這邊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玩具 叫做瓶蓋超人 其實就跟當初的彈珠超人很像 館長也是因為看到 有小朋友在玩瓶蓋超人 所以才想起了這二十三年前的回憶 不知道小時候的你 是不是也喜歡玩彈珠超人 如果有的話 那也跟館長分享一下吧 那我們這一次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 歡迎留言按讚分享並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